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大陆维权网报道 3月20号上午维权人士野静桓等16人去海淀看守所 看望被关押的女权活动人士伍荣荣 并要求看守所改变不让伍荣荣看病吃药 迫使她睡地板等不仁道对待 之后16人都遭到扣押 被警车送往不同派出所 现在情况不明 中国5名女权活动人士 因为在今年妇女节发起反性骚扰抗议活动 被抓到现在已经超过10天 维权网说 目前伍荣荣的身体状况十分不好 在与律师会面时表示肝居疼痛 早上起来口中有血痰 19号有网友爆料 广东四汇狱警刘硕 实名举报副监狱长买卖人体器官 肾脏每隔35万元 心脏600万元 肝脏350万元 眼角膜每隔14万元 在2001年到06年期间 可以确认的被摘除器官并谋杀的有16人 举报信中注释 应受到罗祖彪等人的打击报复 举报人的双腿已被打残 大陆民生观察办公室 20号就知名异议人士 秦永敏和其子被长期监禁发表声明 声明说 秦永敏先生及夫人赵苏丽女士 自1月19号起 被武汉当局用最近写文章太多 接受外媒采访为由非法拘禁 到目前已经有两个月 目前两会所谓敏感时期已经结束 两人还没有被释放 民生观察要求当局立即结束 对两人的非法拘禁 并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 国际奥会评估团将于22号进驻北京 实体考察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可行性 并撰写评估报告 目前超过175个藏人权益组织 联合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交了一份报告 督促国际奥委会不要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授予北京 报告强调 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并没有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 反而变得更糟